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监督落实改革前进 成立民间监督落实私改国事会决议的联盟记者会 我们就正式开始 谢谢媒体朋友前来采访 那首先我们就先邀请伙伴们 先跟我们喊一下口号 落实私改实践人权 落实私改 落实私改 实践人权 实践人权 再一次 落实私改 落实私改 人权实践 人权实践 好 那在今年的8月12号 是私改国事会议的总结会议 那中文字幕志愿者 开完之后 其实并不是司法改革的结束 那当然虽然我们有看到蔡英文总统 他们要司法改革的这个诚意 所以才把这个罗斯会议这样子 如此的这样子的程序把它召开完成 但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 只有彻底落实这个决议 才能去评估说我们的司法改革 有没有向前 那等这些事情都完成之后 我们也才能说我们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成功 那现在一切都还演之过早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从8月12号到现代 快要两个月了 那这当中 官方到底有没有开始在动作 虽然有了一些 例如相行政院内阁有一些小小的改准 但是司法改革呢 这也是我们要关心的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因为司法跟不同的案件类型 不同的当事人都袭集的相关 儿童 妇女 劳工 原住民 新营名 每一个人都袭集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民间的社团会这么这么的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跟大家都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才决定要成立这样子的联盟 来看看说来监督官方也跟官方合作 看看能够怎样法斯改博士会的决意可以落实 那我们对于这样子的落实其实是有极臉建议的 我们首先就先邀请明天司改会议 总市长林有宋律师来说明我们联盟 对于落实司改国事会议的极点建议 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老安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在去年10月开始展开司法国事会议 到今年的8月12有一个总结会议 各组的决议也都达大概200项 那么大体上这些决议都也很不错 但是都很抽象 怎么落实是重要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场 还有有一些也加入我们这个联盟的团体 成立一个民间监督 落实司法国事会议决议的一个联盟 那这个监督联盟当然期待 这样的司法国事会议 不只是一个决议 不只是一个白子黑子 真正能够再具体化 不管是在法律上 不管是在政策上能够落实 不过坦白说从8月12号到现在将近两个月 我们大家如果上网去看 总统府的网页 事实上那一次之后 大概在9月8号有一个报告之外 没有任何的有关怎么落实 到底这些决议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时程是什么 怎么落实 那么后续参议人是什么 都没有任何的说明 那么跟司法改革最有关系的司法院跟华谷 你上网去看 也是看不到这些说明 我们不会言 在整个司法国事会议里面 蔡英文总统愿意当任主席 是相当有担当 但是我们要说开会并不是重点 决议也不是重点 决议的落实才是重点 那么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人民了解得非常有限 人民真正引起人民的快速也非常有限 因此我们认为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联盟认为 当时候在8月12号总绝会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 有请中研究院的林子儀老师 来担任一个整个跟民间的一个窗口 但是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这样的一个小组 一个资讯小组能够帮助整个相关关系之间的联系 跟民间的联系没有看到 我们期盼蔡英文总统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资讯小组 那么能够在网路上能够有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让各个相关的单位 包括司法院华国有很多的单位 能够对于整个这些决议 到底路线市区是什么 到底实陈是什么 到底用什么方式 现在进度到哪里等等 那么我们也期待在这个相关的华案或政策的研修当中 能够跟民间有点沟通 坦白说 我们看到这些网页 我们看到这些后续有点担心 因为 以前的司法院长 每个人上台都说司法改革 都开会都决议 但是都指的都非常有限 我们不希望参议总统 开的是公火支票 因为他今天不仅是总统 而且他是在国会是动作党 他也承诺每半年要 跟民要公开这个进度一次 但是我们不希望半年才公开 能够在这过程当中 及时的通过网路的平台 让人民知道这样的司法进度 也让人民或各界 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说现在的进度如何 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反应 我们建筑联盟也会把我们的意见 跟观光反应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说 当时候在整个筹备 国事会议 当时候的 咨询委员联盟正 已经转为 党产会的 这个召集人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看不到后续是谁 来负责这件事情 那只有你自己老师 他毕竟不是官方的人 那这到底要怎么处理 这有待 总统更明确 更清楚的能够 统整相关的院部 能够有一个网路平台 能够有一个资讯交组 能够让整个相关的资讯公开 然后也真的有进度 不管是政策 不管是法案 那我说明到这里 好 那我们接下来邀请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 秘书长叶大华秘书长 来托我们说明我们的建议 来发言 好 我想刚刚那个林律师 已经代表联盟说很多话 那我只简单讲 两百多项的领域里面 有一些涉及到的是 各部会的组织在照 有些涉及到要修访 有些涉及到经费预算 那这三大项都不是单一部会 自己关起来来 自己组成小组运作去讨论 就可以达成的 所以联盟非常的希望 在三个诉求当中 强调一个大重点就是要 各部会在组成自己的列馆 追踪的这个会议当中 一定要有对口的单位 来跟民间团体来沟通协调 尤其相关的这些决议里面 也涉及到非常多的 我们现在签署的 人群公约的议题 事实上在中央 行政院跟总统服务人群委员会 其实都有这些列馆机制 那这么多机制 要怎么跟 斯改国序会议 所将关切的这一些 刚刚讲到的这些 把修法的问题 组织在改造 还有所谓的经费预算问题来做 更有效率的一个整合跟沟通 这是我们联盟所关切的 那我们在讲说 其实 斯改会议之后 听到很多人在报应说 到底是讲真讲假的 还是说很多的决议都被丢包 难道就不去发罗了吗 我想我们今天联盟站出来 就是希望我们的 小英总统 跟我们所有各部会 我们民间团体是真的跟你认真的 跟你完真的 请你好好的跟民间团体 来打开这样的沟通管道 让所有的这个建筑机制公开透明 最重要的是 要让人民参与在当中 谢谢 谢谢 压华秘书长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 台湾援助民族政策协会的代表 桑峰安来发言 大家好 我是台湾援助民族政策协会的理事桑峰安 然后我今天代表执行长 陈敏远先生 他从每次私改国事会议的 原住民代表 唯一的原住民代表 被放在第一分组的弱势 这样子的脉络下 去参与了私改国事会议 那第一个 我就要提这件事情 是在8月 去年的8月1号 蔡英文总统 向原住 以国家民主的身份 向原住民主道歉之后 其实宣示了在原住民主司法改革的决心 但是我们看到这整个私改国事会议 唯一的一位原住民代表 在第一分组里面 只有一位 好像只是一个点缀的花瓶一样 第二个 他被放在弱势群体的讨论的 这个分类里面 请问当国家面对 原住民族传统怪奇 跟国家法治冲突的时候 难道只是讨论原住民 是不是弱势这件事情吗 我这边想举几个例子 其实从2004年的 这个周族 那个 红木 蜂蜜事件 大家不知道清楚 就是一位周族同步 因为要捍卫就是 外地人来到传统领域 偷才演蜂蜜的事情 结果被法院认证为强盗 这一位同步他已经过世了 他一辈子到死 这个国家都没有还他清白 然后他被国家认证为强盗 但是对于周族的文化来讲 在传统领域里面 这个同步 他是有权利去抵挡外人 随意地进入国家族群的传统领域 去盗取所有的自然资源 这是在原基法里面也保障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完全没有办法过失 到2007的司马库斯封岛卷目案件 虽然他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他也耗费了非常长的时间 让我们的族人 不断地在这个司法 这个程序里面备受折磨 那更不要说就是在 2015年才突然被大家看见 这个王关乌的 这个布农猎人王关乌的狩猎案件 到现在2015年到现在 才走到了所谓的这个大法官申请事件 不知道还要拖多久 王关乌输出的身体非常不好 他接下来半辈子的人 几乎都在这个审判里面 被受到这样的被受监保 然后不停地进出意愿 我要讲的事情是 即使是像王关乌的案子 看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都不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司法 朝向一个进步的方向前进 因为在王关乌之前或是之后 有更多的王关乌事实上都还是在 因为传统的狩猎行为被警察抓 被检察官起诉 法院就算判决无罪 检察官也要坚持上诉到底 所以原住民族面临的问题 从整个司法体系 对原住民族的不理解之外 我们也看到 这根本不是司法改革的问题 是我们怎么在 这个国家的司法系统里面 重新建构一个 尊重原住民族 尊重原住民族传统关系 的这样子的体系 多元的体系被看见 然后怎么样去尊重我们的族人 那最后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 所谓的原住民族专题 然后大家都把它视为 是在原住民族的 这个司法改革的一大进步 但我必须说 这个专题 它的人员有经过任何的 化民感度的教育训练吗 事实上没有 它就是由地方法院的法官 轮流带任专题里长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专题只是把原住民身份的人 丢到专题里去处理 不管他今天犯的是偷窃 还是狩猎这样子有作 对文化冲突爱结构 一概是丢到专题里面去处理 他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说 那个体系跟价值的冲突的问题 那我们的法服系统 有原住民的辅助专案 当然唯一的好处就是 原住民不用付钱 但是辅助律师 有受过文化敏感度的训练吗 没有 所以很多案件 我们的法服律师 他们不是很坏 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就不停的叫我们族人认罪 那原住民就是在这个国家建立到现在 持续持续的在 以国家为民的司法系统里面被认为罪人 而且不是这些被判决的个人认为罪人 而是把我们的族群和文化都标签为有罪的 那我觉得我们在面对司法改革这一块 在原住民的部分真的是想象太少 然后逐漠太少 然后没有人真的花心思去做这件事情 参议文总统宣誓在面对原住民主政策的时候 要推向族群组流化政策 但就不是把原住民关在某一个小小的分类里面 让原住民自己去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 可是整个体系都没有办法跟着去做调整 那我认为原住民主在司改里面这一块 它其实是让大家重新感情 我们的国家的法治系统应该要有什么样子 就像一开场主持人提到的 我们有身心障碍有原住民有新住民 然后有儿少各式刚特殊身份的人 在这个法治系统里面被用一个非常不合时宜 或是价值体系单一的这样子的司法公价 跟整个审判程序去做主力 其实非常有问题的 那希望在蔡英文总统大约的道歉 到8月12号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直到现在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宣誓里面 其实我们想要看到一些实质的东西 然后民间怎么参与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谢谢 好 谢谢萨文安茂 那接下来邀请原住民族 今年阵线总召赖赖伟毅 来问我们发言 大家好我是原金正总召赖伟毅 那首先原金正有3点要发言 那最首先是要讲 司法改革对于原住民的重要性 就是司法运作对于一般的大众来说 都有相当程度的距离感 更何况是文化背景完全不相红的原住民族 那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不信任 对国家充满信任感 那这样的情形 在刚刚萨文提到的 是司马库斯的局务案 然后州属红的封门案到前两周要申请大法官解释的布农猎人案 都可以看到就是原住民族在司法跟警察体系的互动中 没有办法信任司法体系 那这个情况就已经可以说明 司法改革对于原住民族而言是特不容缓 那在原住民族对于司法改革期待 在于原住民族的传统冠息跟国家的司法法制之间 就很大有一些冲突 算最近我们已经看到缓慢的 但是在司法中有逐渐冲动的倾向 但是一直来这样子个案救济的方式 劳民伤财并不是我们期待见到的 我们期待是从司法运作的制度上面 要正视原住民族传统冠息的独特性 并且要从司政上具体的来落实改革 建立对于原住民族友善的司法环境 那刚刚有战司法环境 有战司法环境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能不能让族人同心的来信任这样的司法体系 那最后 司法国事会议的讨论中 唯有参与的 唯有参与讨论是 港法官提到的包括被汉人 与做事者的司法这个第一分组 那原听政要在这边强调 原住民的司法议题非常广泛 并不只是在第一分组里面来被讨论 那五个分组里面呢 讨论关注的方向都有 可以以原住民族的视角来讨论的可能性 比如说 警察执法的问题 可能因为就是行政便宜的原物 来牺牲掉原住民族族人的律师倚套犬 这是涉及第五分组 决议的讨论内容 但是很遗憾的原住民的代表 并没有参加这个分组 好 那原听政要再次重申 就是原听政要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精神 积极的来参与司改监督联盟 期待要透过联盟的运作 可以把原住民族的声音 带进各个司改权责的机关当中 谢谢 好 谢谢 请问一下警工推的伙伴有发言吗 好 那最后我们邀请台湾老公正线联盟的秘书长 天佑的秘书长来为我们发言 各位媒体的秘书长 各位伙伴大家早安好 我想 深入刚刚您董事长所说的 我们可以肯定这次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事实上总统以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召集 然后我们也可以肯定 就是这次的司法改革会议 也有所谓的法律和非法律的设计 让不同的议题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改革不只是要有决定 要有决议 而且要有决心 好 那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希望加总统拿出更大的决心 来落实司法改革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而事实上很多的讨论 缺乏决心是无法落实的 不许这次的司法改革会议 也有做成重大决议的 未来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制度的改革 事实上十几年前 十八年前的司法改革会议 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决议 但是以前的人没有一个决心来落实这样的一个决议 我们希望这一次不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会议 而且是真正的有这样的决心来落实 落实这些决议就是实践人权 当然还包括不只是整个过程由政府机关来做 然后延续这次司法改革会议 有更多非法律人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包括说单一方口 包括说公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都应该在这个决心之下 能够有更多更多的给社会的回应 那当然我们今天一起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真的希望很多的决议 虽然是原则性的 虽然只是比较抽象性的 我想这样的会议也只能够决定 就如同决定要开刀 但是要开多几公分 要挖多深 的确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司法行政 包括其他的政府的机关来做配合 据我所关心的 劳动劳动刑事创法为例 不只是司法院 还包括现在大家已经习惯的调解等等 老子正义除以制度的相关的改革 又牵扯到行政院 又牵扯到其他的这个宴会 宴来的职责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就以我台湾農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发言 我还是希望说 蔡总统决心比决议更重要 决议是引领这样的一个 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 是实践人权的一个重要局部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大的决心 所以我们站出来 疫情成立这样的一个联盟 我们持续的监督 政府落实司法改革 实践人权这样的一个保障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稿的最后 就关于民间 建筑洛神司改国事会议决议的联盟成员 我们目前是有十多个民间组织 然后也有当初参与司改国事会议的委员 加入我们的联盟当中 而且还在增加中 大家关心的议题其实是多元的 所以每一个司改决议我们都会有人看着 那现在因为立法院也开议了 所以我们要关切 我们要监督的对象 当然不会只有司法院法务部行政部门 我们也会希望立法委员可以在修改修订 相关的司法的法案当中的时候 务必要再去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当初这些司改国事会议的 决议的讨论的过程 因为决议有时候出来很抽象不清楚 但是讨论的过程的文件是很丰富的 那我们会 所以我们不会只有行政府 我们不会只有这些 我们连立法的过程都会密切的监督 好那也谢谢今天的伙伴 请问现场有没有 媒体朋友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最后以口号 我们再来喊四口号 落实司改 落实司改 人权实践 人权实践 落实司改 实践人权 实践人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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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